歡迎收看狂人之 這個就是以新世代德國潮流先輩自居的全新OPPO ASTRA 德國它身為世界公認的極致工藝呈現 各項產品向來都受到市場的追捧以及追求 特別是德國車幾乎就可以說是汽車工業裡的最高標準 也非常的受到台灣的喜愛 幾乎就成為了台灣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存在 但是這個主打著德國車名號的OPPO ASTRA 它真的是德國車嗎 在討論這個最新世代的ASTRA到底是不是德國車之前 必須得先來說一下OPPO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的六年級生 那麼這個德國閃電OPPO 就曾經是代表德國車剛毅一面的最佳詮釋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OPPO造車的歷史至今已經124年了 創產歷史更是超過了160年 是個不折不扣的德國百年品牌 不僅率先在歐洲開發出流水線的生產模式 讓汽車得以走入尋常百姓的家中 其所生產的車輛堅固耐用性能出色而且便宜 這一切讓OPPO在1940年之後 成為了全歐洲最大的汽車製造商 當時的世界排名甚至到了第七位 而到了90年代 OPPO依然每年光在歐洲 就可以賣出超過150輛車 佔據整個歐洲市場的一成 比起你所知道相對大眾的德國品牌 Volkswagen還要再多一點 重點是OPPO能夠屹立不搖至今 絕對不是單靠生於德國這個背景 事實上它強大的技術力才是最大的本錢 OPPO早在1920年就進行了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火箭計畫 陸續打造出搭載火箭動力的陸地車輛 軌道火箭車以及飛機等動力載具 創造了多項世界紀錄 被譽為是現今航太工業的先驅 那當然專心在汽車產業的時候 OPPO也是埋頭苦幹發展了各種技術 80年代就創造出0.26cd的豐主世界紀錄 90年代還開發了一個熱效率 達到37%的汽油引擎 而在身處GM集團的時候 OPPO根本就是以單一品牌之力 在支撐著搖搖欲墜的GM 你要知道現在在台灣非常火熱的MG 它上面用的引擎也是當年 OPPO還屬於GM的時候幫他們所開發的 講的誇張一點如果沒有OPPO GM根本就活不到21世紀 那當然在所謂集團資源共享的大前提之下 ASTRA確實是拿PSA集團的第三代EMP2平台為基底 車身上也可以看到不少PSA的標誌 但實際上它在開發的時候 OPPO就已經參與其中了 替這個法系為基礎的平台 注入了德國思維 讓最後有高達70%的部件跟設計 都跟原本不同 最特別的是OPPO不同於其他集團共享的慣例 它旗下產品的設計、開發和生產 都在自家的德國RUSSUSHELM總部進行 所以ASTRA確實就是一輛Made in Germany的德國車 因為它就是在德國產線上做出來的 當然我個人其實是非常認同德國的工藝 但我不認為德國車是完全沒有缺點的 特別是要講這個針對年輕市場的先輩車 我一直都認為德國車更是顯得有些生硬跟疏遠 沒有活潑與大膽的設計 比如說GO雖然是所謂歐系先輩的ICON 開起來非常的快 它很精準 但就是 真的有點無趣 就像是一個一板一眼的工程師 整天在那邊跟你講數據 可是卻不懂感情跟生活 請千萬不要誤會 我絕對沒有diss工程師的意思 我知道有些工程師也非常的有趣 而這個OPPO ASTRA 就是那個會讓你覺得有趣的工程師 ASTRA真的是太不像德國車了 當你擺動方向盤的瞬間 你就會驚訝於這個指向性 它居然超過了所有你對於德國車的認知 當然不得不說這具1.2升引擎的輕巧 確實是幫了不少忙 但歸根究底 在於ASTRA把握住了德國車過往欠缺的那種爽快感 要知道爽快感跟快 它並不是同一件事 爽快它是精神層面 而快則是物理層面 有些車它真的很快 可是你不會覺得爽 但ASTRA它真的是一台會讓人 越開越爽的德國先輩車 它會一點一滴的把你追求速度的欲望 給勾引出來 哇 你看這個 天啊 就當你進到彎中的時候 哇 這個四輪貼電性 真的是非常的棒 側頸的意志也非常的出色 還帶有不錯的韌性 重點是這個車尾 它是會稍微往外帶的 是一種過去幾乎不會在德國車上面感受到的那種活潑 事實上ASTRA它擁有法國車特有的那種調皮感 可是卻又沒有法國車的神經 法國人是真的有辦法把120匹的先輩 調教到讓你開起來像是300匹那樣瘋狂與失控 而德國人 它卻是能把300匹的車 控制到像是120匹那樣理性與安定 而ASTRA它真的是很好的融合了兩個民族 完全不同的造車哲學 唯一的問題 就是原廠搭配的米其林Premacy 4 抓地力真的是對不上這套底盤 但這個好解決 換一套輪胎就行 比較難解決的是這個1.2升的動力 對於駕駛技術比較好的人來講 可能是真的希望可以再多一點點 但反過來說 我覺得這才是可以讓人盡情享受的關鍵 這個姿態 哇塞 太好玩了這個車 假如給我一個動力大一點的版本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開它去挑戰Vincent的GI Iris 哈哈哈哈 那設計方面呢 ASTRA猛一看啊 就很像是你印象中的德國車喔 使用非常多的直線來呈現出一種剛毅的形象 但在這些簡單與純粹的裡面啊 卻又有很多以前在德國車上 你看不到的大膽元素喔 例如車尾上的第三煞車燈啊 它結合了尾翼上的凸起造型喔 真的是跳脫 而且也打破了德國車的既有框架喔 把機能跟造型合而為一 而這也是因為OPPO呢 它在設計團隊之中啊 有不少女性的緣故喔 他們把新時代女性的思維啊 融入到剛毅的德國先輩裡面喔 讓ASTRA呢 顯得非常的柔軟以及時尚 講實話啦 我是不太明白 什麼叫做新時代的德國潮流啦 但按照我的個人角度來看喔 ASTRA 它確實是一輛 看起來沒有那麼深意的德國先輩車 那回歸到市場面呢 ASTRA的配備啊其實是豐富的喔 不但具備了Level 2的駕駛輔助系統啊 還有這個極具少有的座椅 以及方向盤加熱功能喔 雙前座椅呢 也是德國AGR集備健康協會認證的喔 其他包含呢 雙區恆溫啊 後座出風口啊 360度環景也是該有的不缺喔 比較可惜的是啊 這一個非常漂亮 而且畫質很好的HD數位儀表板啊 雖然說它可以自定義顯示資訊啊 但整個顯示介面喔 是沒有辦法做變化的 不過呢雙無線的手機連接 加上無線重點板 確實啊 讓這個座倉的質感啊 沒有被破壞啊 它運用了非常多種元素的混搭 還有更明亮的材質 把握住了適當的和諧與平衡 提供了具備德國車強烈個性之餘啊 還有諸多細節的視覺感受 看看這個中空界面 它過場時甚至還有動畫 而這個儀表板的外框 甚至還是鎂合金做的 那說到細節啊 你知道OPPO從2006年的COSA開始啊 它就會在車子的內裝裡面 隱藏著一隻鯊魚嗎 這是OPPO內裝設計師的特殊權利喔 隱藏的位置連設計主管都不知道 那你知道Astra鯊魚在哪嗎 影片最後替你揭曉 所以Astra它是德國車嗎 說是啊還真的是 說不是也沒錯 我真的覺得Astra很適合那些喜歡德國車 可是卻又覺得Golf太過氾濫 以及科版的先輩車愛好者 Astra它確實就是那感性與理性並重 而且具備有質感 不再讓擁有德國車這件事 顯得枯燥的一個存在喔 欸好像都沒講到空間 要來跟大家補充一下 Astra它的行李箱是同級最大喔 它的行李箱呢有422公升 那後座椅被傾倒之後呢 則是有1339公升 Golf呢則是380公升以及1237公升 而Focus則是341公升以及1320公升 天啊你可以告訴我 Astra它真的是德國先輩車嗎 現在就要開始來找鯊魚 我找不到 找到了Astra鯊魚 你猜對了嗎 哈哈哈哈 游泳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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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對了嗎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